編程可以令我們馬上跟電腦說話 知道電腦究竟是怎樣運作 其實你會聽到家長說 他會回家自己開電腦 其實原來不是玩遊戲 是上網看看怎樣去做Apps 看看別人怎樣去做 然後你自己去學習一下 弄出來之後自己就很有成功感 我弄到這個App 這個App是屬於我的 大家就先上四堂的先修班 一路進階班上銀章 然後高階班上金章 另外我們就有個叫Coding 2.0 我們一會兒會做小型的氣展船 當中會涉及到一些電力 以及一些風扇線葉會轉動 我們今天玩GPS電話系統 去到IC班 甚至AC班的高階班 你就會看到他們開始 一回來放在一個袋子 自己就開始動手做 開始有自己的解難合力 可以自己去找一些問題出來 他不會教你整個程式 然後你就要用那個步驟 去自己做一個程式出來 我覺得高階班最好玩 準備好了嗎 我覺得還可以 不要緊張 我還可以 很害怕 行不行 心急 衝啊 早安 早安 我們今天有兩位 我們順目集團 在本地層 一起來跟你聊聊天 我的朋友就說 很想我做個抽獎App 讓他玩一下 我就做了這個App 今年創了App 我們今年是第一次嘗試的 我當初都覺得奇怪 同學行不行啊 會不會根據自己能力 創造自己的App 最後一課的時候 他們發現 他們都有一個進步 當然我們提供了支援給他們 但我有很多需要他們自己回家 自己探索自己的App 但最後最後的結果 他們都能夠創造到自己屬於自己的App 那些年 我當我是他們的年紀的時候 可能都是打遊戲的情況 現在他們去寫遊戲的情況 他們將來的發展應該會變得更好 在一個共融的平台裏面 我覺得這個班是做得比上程式更加多了一步 還有他都讓小數族裔是多一個學習的平台 亦都可以提升他們學習和向上流的機會 我們最初有400個同學生 升到上來Coding 2.0 其實我們大概只有20個同學生 他們都繼續堅持在這裡學習 我們不認識的人會覺得很難的東西 但其實他們繼續坐在這裡學習 很專心地在這裡學習 這個是我們覺得值得加許他們的東西 高中情節 少師傅 Yeah 光臨 光臨 彎 Lun 5